数据显示,我我50岁左右的人群中,大约有25%的人患过或正在患颈椎病,60岁左右的人患死病者高达50%,70岁左右的人几乎达到100%,颈椎位于人体的特殊部位。 一旦得病,不但危害头颈,还可切动全身,10%到15%的颈椎病患者出现了下肢摊坏或四肢瘫痪,大小便失控,卧床不起的症状。 但是颈椎病的确诊需要一个正规的权威检测,并不是自己觉得颈椎不舒服就是颈椎病。 以下是颈椎病确诊的四大误区,颈肩部酸痛就是颈椎病,颈肩部的酸痛大多是由于颈肩部肌肉劳酸所致,并不是颈椎病的指征。 但是,当颈肩部酸痛,伴有上肢发射性疼痛、麻木、下肢采棉花感等时,则必须考虑颈椎病可能,即是到脊柱神经外科排查。 二,没有出现颈股部症状就不是颈椎病。 虽说多数颈椎病患者会表现出颈肩部酸痛症状,但是并不意味着没有颈肩部症状就不是颈椎病,比如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症状表现多位手乃至上肢的麻木。 三,头云就是颈椎病。 头云是颈椎病的常见症状,特别是椎动耐形颈椎病主要症状表现之一。 所说颈椎病叫常见,但是头云并不意味着就是颈椎病。 大脑工学障碍、高血压、低血糖、心脏病等很多疾病都可能引起头云症状,所以仅凭头云就认为是颈椎病是不严谨的。 四,颈椎骨质增生就是颈椎病。 颈椎骨质增生是很多患者在做影像学检查,是都能在报告单中看到的。 但是,颈椎骨质增生并不能确认就是颈椎病。 甚至影像学检查报告显示已经出现颈椎间盘突出依旧不能确认。 颈椎病的确认需要结合影像学检查和患者临床症状表现,二者缺一不可。 如果真的确诊是颈椎病的话,推荐中医保守疗法管用。 目前世界上对于颈椎病的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,不论是手术还是西药,并不只是场的主流。 在保守疗法中,中医辩证最为推荐,目前国内外医学界对颈椎病日之重视。 祖国医学经过了数干年时间,留下了大量的医学者数。 其中也包含与颈椎病临床表现有关的理论及经验。 古人经过大量的实践,细致的观察,详细的记录了和我们今天所述颈椎病的个性并变相似的症状和方法。 其中配方,马贤字,天龙,治草屋,赤,勺,当归,透骨草,正牛稀,张脑等种草然熬制而成的高药致剂,平环藏经骨贴,安全有效,百年明加密方传承, 对颈椎病有着非常显著的疗效,终于讲究标本坚固,能从根源上解决病症,从而达到治愈颈椎病的效果。 因是,二百多年非物质文化遗产,受到大力的保护和推广,网络科技报答,所以掏主很容易找到,九成以上的人群在使用后得到了有效缓解,口碑非常之高。 颈椎病小蜜蜂潮流消生姜山药巧至颈椎病,七大片山药片,七大片生姜母片,用石灸倒成糊状,再用蜂蜜小许调云,每天晚上敷到疼处,敷两个小时,皮肤好刻意时间长点,把药敷到患处,再用不经围着脖子把药固定,睡觉时脸朝上躺着,要与患处解密接触,疗效更好,晚上九点敷上去。 到第二天早晨再拿下来,经过十天的疼痛减轻,但仍需继续,葱泥拌红糖,配方,大葱三根,红糖一勺,支吧,只大葱底下十里米长一段不要根,与红糖一起导成泥。 功效,三哈,通洛,止痛,助治还是阻落形颈椎病,用吧,每天晚上将红糖葱泥湖在颈椎处两小时。 更多健康方面的知识,欢迎点击上方关注按钮,想要了解哪方面的知识,留言告诉我们吧,说不定下个选题,就是关乎你的健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